本来是在江河湖海里生活 有人偏偏地把它搬进了盒子里 这到底是为什么 小小的盒子 螃蟹能住个习惯吗 住到了新家 它为什么能长得好 长得快 它们螃蟹的另类生活 科技院马上不出 你好 欢迎收看科技院 螃蟹本来是生活在江河湖海里的 可是在青岛有这么一个叫花博的怪人 它居然把螃蟹是一个一个都养在了盒子里 一个小盒子里面住一只螃蟹 它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让螃蟹都住到 这个一格一格的小单间里面 一个小盒子是放一个 螃蟹本来是在江河湖海里生活的 为什么非要把大自然里生长的螃蟹 挪到一个一个的盒子里养呢 这是为了螃蟹好呢 还是特别省钱呢 花博这么做自有它的道理 这还得从它在池塘养螃蟹中 遇到的问题说起 就是说它在这个池塘养殖的过程中呢 它会遭到来自各种方面的这个损害 比如说天敌啊 在水中 螃蟹有各种各样的天敌 我们也会在水中 在水中 我们就在水中 对 大人 在水中 看水中 因为 是 spac什么 中 除了水里的天敌 螃蟹还会遭受空中天敌的侵害 例如海鸥等等鸟类 除了天敌 更难防的是螃蟹之间还要互相残杀 因为螃蟹是一种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攻击性的一种生物 在自然环境下或者池塘里面养殖的话 它们相互之间会残杀 螃蟹之间并不友好 它们为了争夺地盘 为了争夺食物 会攻击自己的同伴 自相残杀 司空见惯 优胜劣汰是大自然的法则 这本没有什么不合适 但是对于人工养殖来说 要的是效应 这种自然竞争的状态 就要尽可能的回避 尤其在螃蟹退壳的时候 壳硬的会伺机猎杀 刚刚退完壳的 蟹里面脱皮就是一个生长过程 因为它是驾科动物 驾科动物它外面有一层硬硬的驾科 这层驾科能限制它的生长 螃蟹的外面有一层硬硬的甲鞘 这层甲鞘限制它的生长 螃蟹要长大 就必须把甲鞘给它脱掉 那么脱了甲鞘以后 身体是软软的 你看这就是一只刚刚脱完壳的螃蟹 它就是说刚刚脱完壳螃蟹 它整个身体都是软的 包括它的很有攻击力的钳子 也都是软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自然蟹非常容易受到来自天蝶 来自其他同类的残杀 那么就造成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 螃蟹褪皮的时候 没有甲鞘的保护了 非常脆弱 它没有盔甲的保护 也就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甚至逃跑的能力都没有 它这个时候一旦藏住好 就很容易沦为别人的腹中仓 躲过这个最危险的时期 水里面有钙 鎂等等元素 会促使软甲鞘慢慢地硬起来 形成新的保护盔甲 一只螃蟹在生长周期中 大概要退13次克 每一次退克都要经历生死考验 螃蟹待在池塘里 难免互相会碰头 刚退壳的 碰上没有退壳的 那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在池塘里养螃蟹 成活率非常低 池塘养殖的话 一般来讲成活率在20% 只有20% 也就是说你撒了一万个苗的话 可能你收的话 能收到两千只 这就算不错的了 在池塘里养殖螃蟹 花博它们不关头疼这件事 还有一件让它们担心的事 因为它们那儿靠近大海 很容易出现台风 连续暴雨等极端天气情况 一旦遭遇 就有可能导致减产 甚至绝收 为了避免这一系列的问题 花博经过多年的摸索 终于琢磨出了 让螃蟹注到盒子里的办法 每一格只放一只螃蟹 那么它相互之间不会见面 就避免了在软壳状态 或者说在平时的 受到同类的捕食的影响 蟹公寓 为每一只螃蟹提供单独的空间 一个蟹一个窝各不相关 能避免相互攻击和蚕食 所有的螃蟹都生活在 没有任何危险的安全环境下 脱壳的时候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你看这是一只 刚刚推完壳的螃蟹的壳 你看推得很好 推得很干净 这个盒子相当于给它提供了 一个临时的庇护所 螃蟹注到盒子里 没有了天敌的威胁 也不用担心同类的残杀 一次次安心的退盒 顺利的成长 螃蟹注到盒子里 解决了天敌的难题 另外由于它们全搬到了室内 也能规避坏天气 和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 把螃蟹搬到室内 把不可控因素变成可控 因此可以减少养殖损失 另外这种做法 对于花博他们这些养殖户来说 还能很好地节省长短 我们这种养殖模式的话 属于立体的室内 固然化的养殖模式 这种养殖模式呢 好处就是说 比传统的食堂养殖 可以最大限制地提高 这个土地利用率 非常精神占地 蟹公寓是立体的 可以一层一层叠着养 普通的养殖模式 池塘养殖 可能需要几十亩的池塘 来养这些螃蟹 养相同数量的螃蟹 用这种模式 几十个平方米就够了 占地不多 节省成本 实现规模化养殖 螃蟹住到了盒子里 的确可以规避 传统养殖的头疼事 可是在自然界 螃蟹是生活在大环境里的 从原本广阔的天地 移到这样狭小的空间里 它们能舒服吗 不要小看我们这个盒子 它的螃蟹住在里面 非常舒服的 螃蟹住着舒服 这是因为这个盒子 符合螃蟹的习性 首先螃蟹喜欢独居 螃蟹吧 它多的性很强 它就是说从幼苗开始 它就是相对独立的 像其他动物群居 形成个群 或者就是说 母体和幼体之间 它还有一个相互的一个保护 它没有出来 就是很独立的 水里的很多鱼类 都喜欢过群居的生活 螃蟹却是典型的独行侠 螃蟹打小开始就独来独往 只有到了繁殖季节 它们才会聚在一起 所以现在每一只盒子 只住着一只螃蟹 一只一只相互独立的生活站 单独过日子没问题 螃蟹不会觉得有什么不适应 不会觉得孤单 但是这盒子 比起自然环境中 那么大的空间可小多了 就让螃蟹 待在这样一个小盒子里 它们会不会觉得很憋屈呢 螃蟹实际上是一种 很懒的动物 它平时是不太爱动的 而且是生活在这个洞穴里面 它对这个空间要求并不大 它的红豆量也并不大 螃蟹喜欢待在狭小的空间 自然界中生长的螃蟹 一般是穴居或隐居 只要身体能够进去 能够很好地藏起来 不被别人发现就行 洞穴 石头下 沙粒 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 白天它们都藏起来 到了晚上为了寻找食物 它们才迫不得已出来 这恐怕与夜里天敌少了有关系 如果不是为了觅食 它们宁愿不出来 花博就是依照螃蟹的这些习性特点 给它们设置了这个安逸的新家 另外花博还特别喜欢琢磨 经过多年的试验 它也琢磨出了多大的空间 适合螃蟹居住 石头下 石头上的内侧尺寸是 长度是32公分 宽度是20公分 这个空间的话 就是一般的螃蟹足够 它生长和活动 这个空间是完全足够的 对于螃蟹来说 只需要这么大的空间就足够了 再大的盒子没有任何意义 住到了盒子里后 一方面螃蟹的食物 都是人工提供的 不用再去辛苦的找食吃了 让我们知道 对于两个小时 已经很大 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 我再去做 做一件事情 另一个方面 螃蟹从小时候放进来 长到八两左右上市 这个盒子的空间足够螃蟹生长和活动 它们并不会觉得自己受到任何的限制 我们把一只螃蟹放到一个盒子里面的话 是完全符合它的生长实现的 所以它在这种环境下 是完全不会影响它的生长 把螃蟹养在盒子里 是充分考虑到了螃蟹的习性 的确不错 不过说起这盒子 花博用的不是白色也不是黑色 而是蓝色的 它为什么非要用这种颜色呢 花博为什么要把螃蟹柱的盒子 设计成蓝色的 这也是它几年来摸索出来的结果 关于这个盒子的颜色呢 我们以前一开始也做过很多实验 当初最早的时候用过白色 白色的时候呢 它就会影响到螃蟹的这个生长 螃蟹是一种夜行性动物 它们害怕别人看见 虽然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它们却并不想了解 白天躲在水草石头 还有洞穴等较暗的地方休息 到了晚上光线彻底暗了 它们就会出来活动和觅食 螃蟹是不管休息和觅食 都喜欢暗暗的环境 越黑暗越看不到光的地方 它们就越觉得安全 不光的话 它就会影响到螃蟹的进食和休息和活动 所以说这个白色被我们开除掉了 最开始 花博它们考虑好了盒子的大小 但是摆密一书啊 忽视了盒子的颜色 这样就造成了螃蟹的集体绝食 不吃也不动 这是因为白色盒子透过的是白光 从盒子里往外看是亮亮的 白色对于夜行性动物来讲是非常不利的 会觉得不舒服 直接影响到螃蟹的吃食和休息 它们不爱吃食也不爱活动 于是花博马上醒悟了 在盒子的颜色上也要充分地考虑这个螃蟹的习性 喜欢暗的特点 用这个深蓝色更接近于它自然那种状态 深蓝色的盒子更接近于自然生态的环境 螃蟹在里面的时候感觉像是在自己水底的家 另外盒子弄成深蓝色还有一个好处 它始终处在一个昏暗的状态 这个时候它就可以随时可以出来吃东西 可以出来活动 更利于它生长 螃蟹是一种夜行性动物 习惯于夜间出来觅食和活动 就用这么一个蓝颜色营造相对比较暗的环境 更适合它的生存 螃蟹感觉非常安全 即便是白天 它也以为是在晚上能够不断觅食活动 以前在池塘里养螃蟹 只能傍晚的时候去喂食吃上一顿 吃的时候螃蟹是抢着吃 有的吃到了 有的没吃到 现在住到了暗盒子里 就可以增加喂食次数 我们以前说过两次 轻轻喂食 傍晚喂食 住在盒子里后 把食物放在盒子里 螃蟹自由自在地觅食 没有抢食的螃蟹 每一只螃蟹都能吃得饱 吃得好 生长周期缩短了 盒子颜色的改变 就能让螃蟹吃好了 休息好了 可是螃蟹的要求可不止这一项 它们需要氧气 需要生活在干净的水里 在这样的盒子里 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我们采用了这个激流式的这种进水方式 我们这种进水方式呢 它可以把这个水啊 用一定的压力 从水面一直打到水底 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气泡非常细密 而且扩散开来以后呢 可以快速地提高它的溶氧量 螃蟹是生活在水中的甲鞘动物 和鱼一样也是用腮呼吸 只是螃蟹的腮和鱼的腮不同 并不生在头部两侧 而是由很多像海绵一样松软的腮片组成 生在身体上面的两侧表面 由坚硬的头胸甲覆盖 螃蟹生活在水中的时候 从熬足和部足的肌部 吸进新鲜清水 水里的溶解氧 就进入腮部毛细血管 就是我们把鞋扒开以后 看上面塞它的胸腔部分 可以两边两排 这个一片 这样的就是它的塞丝 这个水呢 就是从它这个身体的后部分 吸进去 通过它的塞丝进行呼吸 那么这个经过呼吸的水 从前面两侧部分再吐出来 在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呢 它进行一个呼吸 把那个水里面的溶解氧 补充到它自己的身体里面 螃蟹虽然经常生活在水中 但时常爬到陆地上寻找食物 而且离开水后也不会干死 这是由于螃蟹的腮片中 储存了很多的水分 离开了水也能不停地呼吸 吸进大量的空气 再由口气向两边吐出来 因为吸进的空气过多 塞和空气接触的面积较大 塞里含有的水分和空气一起吐出 形成无数气泡 螃蟹对这个水体的溶氧量 还是有点要求的 那它一般来讲的话 要求是5到6ppm以上 在江河湖泊和海洋中 风吹水流动水草 都能起到增氧的作用 在池塘里生活的螃蟹 密度增加了 对水里的溶氧量要求更高 光靠自然溶解的方式就不够了 养殖户会采用增氧机来增氧 螃蟹住在这么个小盒子里 虽说只住了一只螃蟹 但空间不大 水还基本上是静止的 溶氧量更低了 花博就依据螃蟹对溶氧量的要求 采用了这种激进式供氧方式 这样增加水的含氧量 一天24小时都有流水声 会不会影响到螃蟹生活呢 这种的话 它不会干扰到螃蟹的 因为它这个 你看速度很快 它其实声音也不大 而且进水以后 它是缓流的一种状态 对螃蟹没有什么影响 螃蟹很爱干净 在野外的时候 它们经常待在水质好的地方 这都说明它喜欢干净的水源 现在花博把螃蟹养在小盒子里 怎么保持水质干净呢 水质方面的话 我们是这样处理的 就是每一个盒子呢 我们的进水都是独立进水 独立出水的 进水的话是通过前面这根管 采用这个喷射式的进水 进水以后水面会升高 一旦超过高度 后面的一流管就开始一流了 就可以把这个盒子底部的 这些产耳粪便都排掉 排掉的水都可以收集起来 通过高速砂缸物理过滤 然后此外线消毒 可以进行循环利用 花博还介绍说 螃蟹住在盒子里 还有方便调节温度的好处 冬天可以加温 夏天可以降温 这样可以控制螃蟹 始终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下 这个的话是一个调节温度的设备 它可以通过加热或者制冷的方式 可以把这个水温啊 始终控制在20度 就是螃蟹最舒适的一个温度 螃蟹住在盒子里 水质 氧气 温度 食物 都可以进行很好的人为控制 让螃蟹始终生活在比较舒适的环境下 螃蟹长得快 长得好 能养出精品蟹来 另外还能够不受季节的限制 可以一年四季不停生产 这样可以提高经济效益 你看这是我们用气候预养的螃蟹 每季八两左右 都好啊 很健壮 很脆啊 螃蟹住单间是很好 那成本高不高呢 花博算了一笔账 一组蟹公寓有一百个盒子 每一组是五千多元钱 使用寿命是十年左右 也就是每年五百块钱 然后加上饵料和水电的成本 一年差不多一千八百块钱 一百个盒子养一百只 能养成九十多只 那么每一只按八两算的话 就是七十斤螃蟹 每一斤卖到八十元钱 这样算下来就是五千多元 每一组能赚三千多元钱 这个也是适思余的一种 符合现代化的东西 螃蟹住在盒子里 看起来是一件小事 如果往大了说 这其实也属于设施与业 科技的发展 推进了设施农业的进步 饲养可控 有利环保 充分利用空间 能够提高产量 提升品质 这也是现代农业 未来的发展方向 好了 如果你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一顿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发送到1066-33556 索取手机报 你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和新浪官方微博 来查询更多的节目信息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的有奖收拾问题是 答题的观众 有机会获得月奖 广州万保集团 冰箱有限公司 提供的冰箱一台 这是一个充满着野性 和原始魅力的神秘家族 他们的体温 可以随着外界的温度 发生变化 他们吃饭没有规律 甚至一年不吃都饿不着 走进爬行动物的世界 感知他们的生存智慧 科技院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